航母这下真的变成了废铁 最近航母这种大杀器已经刷爆了火力军的朋友圈 什么航母就是海战最强的兵器 什么航母越多海军就越强 火力军对此并不感冒 确实航母很强但不是没有对手 就比如这期视频的主角反舰版B1B 当然不是说美国又搞出来的新船版本 而是携带AGM-158C反舰导弹的B1B 二者结合之后威力可不是1加1那么简单 B1B的载荷高AGM-158C射程员 结合之后两架B1B就能全接一支俄军舰队 现在火到出圈的航母也挡不住 那么反舰版的B1B的战力到底有多强 航母能不能挡住 福特号我们先排除在外 毕竟自家的巡航导弹炸自家的航母 有点说不过去 B1B美军轰炸机大家庭中的二哥 玩的特别花也算是轰炸机中的奇葩 别人家的轰炸机都是高空巡航 但B1B不是 装了一个超音速变后掠翼 这就让它跟战斗机一样 可以低空突发 以超低空突入敌方的战略腹地 然后以超音速状态快速轰炸敌方重要目标 最后以超音速方式快速脱离 因为超低空飞行可以有效规避敌方雷达的探测 超音速飞行则可以大大缩短轰炸机在敌方防空5G面前暴露的时间 让敌方的防空导弹和防空炮来不及反应 B1B速度达到了1.2马赫 最大航程12000公里 载弹量也比B52更多 可一次性内挂34吨 以及外挂22.7吨的各类型弹药 并且还建一建了B2A轰炸机的部分隐身技术 B1B的雷达发射面积并不大 美国官方的说法0.3平方米 远小于俄罗斯的轰炸机 比如图160 性能不错归不错 但是B1B的服役历史堪称命运多穿 在设计之初 美国是打算利用B1B的超音速低突袭能力 来对付苏联的防空体系 也是属于战略核威慑 弥补B52在能力上的不足 结果新式防空武器和系统一出现 B1B直接当场退役 超音速低空突袭的路子根本走不通 B2轰炸机的隐身才是王道 所以B1B地位很是尴尬 而且B1B刚服役6年 苏联就没了 这就更尴尬了 加上在研制初期 B1B的目标就不是一种可持续长期使用的机型 导致可靠性还出现了问题 而且结构复杂 维修也十分困难 所以在美军轰炸机这个领域 就属B1B的名声最差 不过风水轮流转 明年到我家 既然没必要核威慑 美军就把B1B转向了实战 沙漠狐狸行动 永续自由行动 还有阿富汗战争 都是B1B的主战场 还立下了赫赫战功 足够长的续航时间 巨大的有效载荷使B1B一跃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近距离支援平台 成了名副其实的武库机 GDAMS GBU-31 GBU-38 以及GBU-54等精确制导导弹 都是B1B的翅膀 在这几场战争中 B1B光是联合制导炸弹 就投了一万多枚 后来为了改变B1B的任务角色 美军还开发了很多先进的远程打击武器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联合空对地导弹 远程反舰导弹 和高超音速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而且为了配合这些新武器 美军还特意给B1B换了换内核 航天系统和武器系统都进行了升级 今天要说的就是携带远程反舰导弹 L-RSEM 也就是AGM-158C的B1B 这个版本的B1B威力猛的一塌糊涂 刚开始火力军也说了 两架反舰版的B1B 就能全舰一支俄罗斯的舰队 其中最大的工程就是AGM-158C 一二因素隐身射程900公里 这三点就是AGM-158C最大的特点 在敌方的防区外发射 就问还有谁 完全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隐身反舰导弹 作为隐身领域的大哥大 美国已经不满足自家的战斧和鱼叉 这种没有隐身性能的导弹 想要一种能应对更多作战环境的 隐身反舰导弹 于是从联合空对面防区外攻击导弹项目中 拿来隐身弹体设计 从AGM-86 也就是ALCM巡航导弹上 进来小型涡扇发动机 然后经过整合 就搞出来了AGM-158C 隐身反舰导弹 作为一枚隐身的反舰导弹 AGM-158C自然不会很快 要因素0.8马赫 但是它射得远 威力达 在全弹重量1130公斤的情况下 它还带了一个454公斤的战斗部 只要命中一枚 就能重创一艘大型战舰 除了隐身射程远 它还先进 AGM-158C看着就不简单 长得跟一个小型的B-52一样 在高对抗性的战场环境下 拥有自主决策能力 导弹上的计算机 能根据对方舰艇的雷达和火控信号 独立进行威胁分级 并选择目标 配备穿透性和爆炸碎片弹头 在各种天气环境下 都能精确制导 精度高射程远 还能隐身 AGM-158C直接成为了美军首心中的宝贝 除了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以及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携带了AGM-158C之外 美国还给B-1B配了几十枚 让它执行空击反舰作战任务 使这个再过几年就退役的老兵再次焕发新生 二者强强联合 900公里范围内的军舰都是活靶子 B-1B可以超低空图防 AGM-158C还能隐身 防补胜防 而且900公里的射程 其实就已经跟航母作战群的作战半径差不多 B-1B完全可以在防区外发射AGM-158C 发射完就走完全没有风险 然后AGM-158C一路隐身来到敌方军舰附近 然后自主搜寻目标 随后实施打击 而且还是饱和式的 防导系统差点的就比如俄罗斯的军舰 根本拦不住 被盯上了就直接原地等死吧 除了威力大隐身射程远之外 AGM-158C与B-1B联合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数量多 之前是一架B-1B携带24枚AGM-158C 美国还不满意 又升级了B-1B的挂架 将数量涨到了36 活力直接提高一把 之前美国都是使用B-1B机身内部的两个大型弹舱 旋转挂弹架 携带AGM-158C 升级之后的B-1B则是使用了机身右下方的小型挂架 利用机身挂载的方式携带AGM-158C 为什么美国突然升级了B-1B的外部挂架 来挂带AGM-158C系列空面导弹 最多能挂带36枚空面导弹的B-1B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这也不能算是升级B-1B的挂架 说重启比较合适 B-1B在设计之初却有很强的外部挂载能力 根据B-1B的设计 在机腹下方设计有三个长度分别为5.49米的大型弹舱 原来设计可以用来携带波音研发 带有核弹头的AGM-86A型远程巡航导弹 但AGM-86A被升级到AGM-86B型后 长度增加到了6.325米 装不下了 B-1B的后部弹舱无法用于携带AGM-86B 只能拆除两个弹舱间隔板 携带6枚AGM-86B型 实际挂载性能还不如B-52H型战略轰炸机 这就浪费了B-1B的挂载性能 于是在美国就在B-1B的前部机身下方 前后弹舱两侧加了6个外部双连装挂架 每个挂架可以携带两枚AGM-86B型巡航导弹 使B-1B携带AGM-86B的能力从6枚涂增到18枚 成功反超了B-52H型战略轰炸机 只是后来美俄两国签订的New START条约 对B-1B携带核武器的数量进行了限制 不能外挂超过12件战略核武器 刚好AGM-86B型巡航导配备了W-801型核弹头 弹头质量131.5公斤 属于标准的战略性武器 自然也属于限制范围 于是就只能减少挂载的数量 而且启动B-1B的外挂能力后 会降低飞机的飞行性能 特别是隐身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原来的B-1B型飞机的隐身性能 可以达到与一架小型战术飞机旗鼓相当的水平 在使用外挂架后 隐身性能就不行了 雷达截面机基本上达到了与B-52H相当的水平 对超音速突击性能与作战航程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也正是这两个音速 B-1B上面这6个外挂架 基本上就成了摆设 不挂载武器 最多也是悬挂狙击手红外激光瞄准吊舱 来引导激光制导炸弹进行精确打击 或者是收集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 这次解锁的原因就是B-1B轰炸机的数量不够了 2021年的时候 美军就退役了17架B-1B轰炸机 只能选择增加火力 来提高现役机队的战备水平 现在美军真理三件套 除了B-2 其他都是标准的活化石 B-52轰炸机的最后一架 早在1962年就起飞了 到现在已经飞了60年了 B-1B虽然飞得晚一点 1986年最后一架飞机才起飞 但是它的任务侧重 以低空超音速突防为主 巨大的低空动压 对机体寿命的损耗极大 加上结构复杂 维护麻烦 这些年 B-1B都是美国空军中 妥善率较低的老大男级型 就比如现在美国剩下的B-1B 大概在44架左右 数量可以 但是能飞的不多 美军手头上的B-1B 妥善率不高 甚至还有人认为不到10% 就算是排除这种极端情况 妥善率估计也达不到60%到70% 真要是碰见事了 能动的估计就只剩十几二十架 轰炸机的数量不够 没办法组成强有力的火力打击 那就是提升单个架子飞机的挂载量 在B-1B携带AGM-158C的单机 携带量从24枚提高到36枚后 火力投送数量提高了50% 在使用B-1B四机编队的情况下 原本可以投送96枚反舰导弹 现在的发射数量瞬间提高到了144枚 反舰版的B-1B还可以在敌方舰队的 外层防空圈外开火 而且还有外线的机动与隐蔽性优势 仅仅这一个波次的目标 就足够一个小型舰队拦截的 如果面对的是防空能力相对更弱 缺乏远程防御能力的渡海登陆船团 AGM-158C的杀伤效率可能更高 就像火力军开头提到的 两架携带AGM-158C的B-1B 全舰俄罗斯的一个舰队是完全有可能的 之前AGM-158C导弹装备 在超级大黄蜂上的时候 就曾说过 我们能一次性全舰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 俄罗斯海军的末日来临了 火力军并不意外 毕竟俄罗斯现在的海军实力太low了 大部分的装备还是继承苏联的 现在的俄罗斯的航母就剩一个半死不活的库斯聂索夫号 经常发生事故 现在还在船务维修 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也就只剩下两艘 光荣级巡洋舰两艘 毕竟之前莫斯科号被海王星干碎了 无卫级驱逐舰八艘 现代级驱逐舰三艘 大型的就这几个剩下的小型的护卫舰两栖舰 毕竟现在俄罗斯的海军的军费比较紧张 或者说经济比较紧张 没钱造航母 驱逐舰跟巡洋舰这一类的大型军舰 只能重点发展护卫舰两栖舰 这个意思就是俄罗斯的大型水面军舰都比较老旧 而且缺乏资金维护更新 没有中远程导弹拦截系统 防空反导能力还不如日本 海空作战能力也不如英国 这几个缺点直接就宣告了俄罗斯舰队的死亡 俄罗斯军舰防空步行的弱点 直接就被美国研究透了 如果是B-1B在巡航时发现俄罗斯的舰队 那就是单方面的虐菜 AGM-158C400多公斤的战斗部 可以轻易的穿透俄军大型导弹巡洋舰的外侧防御装甲 对俄军巡洋舰造成毁灭净打击 打巡洋舰都如此的轻松 收拾俄军其他中小型舰船 那就不在话下了 更要命的是 俄海军舰队在受到美军导弹攻击的时候 压根没有制空权的任何掩护 美国海军航空兵将在压制俄空军力量的掀体下 攻击港口内的俄军军舰 这就意味着俄军舰艇 在美国海军导弹的攻击下成为活靶子 就算是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现在已经修好了 说实话基本没有可能拦截下来 隐身反舰导弹绝不是普通导弹 就像隐身战机和普通战机一样 压根就没有可比性 就拿F22隐身战机来说 即便它飞过来 谁又能确保发现它 更没有人有把握把它拦截下来 B-1B轰炸机携带的AGM-158C隐身反舰导弹 攻击库兹涅佐夫号 说实话B-1B肯定不会傻到跑到你航母边来发射 毕竟B-1B不具备隐身性能 肯定会在库兹涅佐夫号的探测范围之外发射 这款隐身反舰导弹的射程达到了900公里 这个距离足够了 B-1B完全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发射 更别说现在B-1B还重启了挂件 24枚变成了36枚 饱和式打击都能发射个两三波 想要阻止B-1B的这种是远距离袭击 就只能派预警机在天上候着 扩大航母的探测范围 毕竟B-1B挂载36枚AGM-158 自身的隐身性能以及巡航速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能提前发现给航母报告B-1B的位置 那拦截AGM-158C的难度就会稍微降低一点 但是预警机这种固定翼上舰还是有点难度的 也就美国有这个实力 比如E-2D预警机 俄罗斯连航母都快报废了 更别提远洋作战和上舰的预警机了 俄罗斯舰队一旦被反舰版的B-1B盯上 那就可以原地等死了 或者发射几枚防空导弹发泄一下 总的来说 美国空军现有的B-1B数量确实减少了 但是配合36枚AGM-168C战力完全够用 而这也是空海一体战的一个扩展 或者说是加强 在之前美国空军之前 对海上的作战目标没有任何能力 像之前的B-1B、B-2、B-52三架马车 再加上F-15、F-16 很多战机 它基本上把对地面目标和空中目标的打击行动 当成核心 但是对海上没有一发弹药是瞄准对方舰艇的 想要把空海一体战这个概念向外扩展 美国空军控制海洋的能力必须要提高 但是寻找了半天 没找到武器装备合格的 能够符合海上作战需要的装备极少 你像炸弹太近 其他巡航导弹太贵 如果选择一种适当的武器 很难 所以现在的AGM-158C系列 就成了改进型的一个基本模板 其中AGM-158C型导弹配合B-1B 直接把美国在海上的控制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档次 性能好 贵点无所谓 美军近些年的空海一体战战法 在航空制海主战机型 以及各作战力量任务分配上 已经出现了新的改变 最典型的趋势 就是航母舰载航空兵 按机战术航空兵 在执行航空制海任务上的比重有所下降 原本大家希望看到的大黄蜂或战笋 带着鱼叉反舰导弹突起敌方舰队的场景 肯定已经看不到了 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打击司令部 与空战司令部的战略轰炸机 而在使用战略轰炸机承担航空制海任务后 美军现在的空海一体战 感觉就像是强化版本的苏联海军 之前苏联海军只有军舰的火力猛 但是精准都不行 美国则是让轰炸机提供火力一样猛 而且还特准 放在前沿的大黄蜂战斗机 在战时主要承担建立空中战斗巡逻区 在主要威胁轴线上建立防空拦截线的作用 在他们的掩护下 海军的E2D、E8A、空军的RC-135等一票预警机 在战时则主要承担情报侦查 最后 在这些辅助兵力的全力配合下 战略轰炸机从本土基地出动承担火力输出端的任务 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对敌方的水面舰艇 渡海登陆船团等军舰发起毁灭性打击 之后还可能使用高超音速打击器 利用空击火力夺得海战的胜利 这还只是B-1B这种一辆取胜的武库机 也就导弹的性能高 等到B-1B全部退役 B-21接班以后 那场面就更加壮观了 隐身的AGM-158C配合隐身的B-21 载荷是小了一点 但是数量多 同样是从防御外发射 但是预警机来了也没用 谁都看不见 更别说想提前拦截 而且最后AGM-158这个系列的导弹 也可能进化 就比如说AGM-158D甚至是E 现在900公里的射程之后上千公里不过分吧 或者说体型缩小 B-21也能携带个几十枚 那基本上都是无敌 横扫世界各国还军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观众觉得美国自家的福特号 能扛住反舰版B-1B的打击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